那现在我们公布有263例的本土病例3例境外移入 那总共有266例 那死亡的案件是28例 新增本土确诊263例仍以新北市112例为最多 其次台北市58例 而苗栗县因电子厂群聚感染新增43例 针对台北市爆出近日有诊所违法施打疫苗 指挥中心澄清4月曾发出公文 若评估疫苗无法在校期内用壁 可配送至其他合约医院 非合约医疗院所或卫生所 让需要者紧速使用 但5月疫苗需求大增 以进一步限缩接种对象 那我们清朝他们这一批发到外面的 事实上校期是到8月 所以事实上也没有这个情况 比较先的文就我们在5月24号 其实我们在记者会也讲过很多次 双北就针对第一类到第三类的人员来施打 所以重点在这次的事件里面 就施打的对象 是不是第一类到第三类的人员 针对诊所违法施打疫苗情形 指挥中心强调会严正开罚 但考量疫情严峻 不适合以减少配发疫苗作为惩处 指挥中心也预告 近期就会开放全国75岁以上长者 及65岁以上原住民长者接种疫苗 他们可以在社区设站 所以比如说里长这边 他们有可能会设站 让附近 住在附近的这个民众可以去施打 在6月15号之后 也会开放这个诊所 回约了诊所来提供接种 指挥中心表示 近日会尽快提供开放接种疫苗的诊所名单 公告可接种日期 至于孕妇可否列入MRNA疫苗优先接种名单 强调目前只开放怀孕的第一线医事人员施打 而为了预防端午廉价 大批返乡人潮造成群聚感染 仍鼓励非必要返乡的民众减少移动 我们高铁跟台铁都持续还在退票 就前天来讲 高铁跟台铁合起来又减少了6000张 除了公共运输 我们已经有一定的成效以外 那我们也希望在个人运输上面 就是在高速公路的运展 那有做一些流量的这个控管 未落实三级警戒 从6月11号晚间9点到6月14号 将实施扎到移控管制 将车流量控制在平时廉价交通量的 二分之一以下 原始新闻 周古许张罗台北市采访报道